各位 今集維奴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先生 跟我們維奴聊天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維奴時政節目 我是主持鄧飛校長 今天非常榮幸請到立法會張宇仁議員 作為我們的嘉賓張宇仁 你好 你好 鄧校長 大家都知道你是飲食界的議員 大家都明白 這一年真的很難過 去年有黑暴 今年的疫情 大家憑感覺都知道 飲食界真的不太好做生意 有些可能會倒閉 有些可能會炒人 但疫情稍退後 感覺又好一點 其實現在飲食界的狀況是否真的不行 飲食界一定不行 因為遠景很難看 尤其是政府現在就說了 疫情再來就這麼快點 疫情走了就放鬆點 其實什麼都有空間 在疫情過後去到明年 飲食業再去投資 包括設計日日 是否都要想遠一點 連茶餐廳的設計都做好一些分隔 就算我店鋪很小 你也想想一下 是否都能掛到鏈的假 日日真的要分隔 可以放一條鏈 或者可以拉一個屏風 無論如何都好 還有在做生意的模式 可能大家都要再去重新考慮 你是走一邊的生意空規 似乎你越大 損傷就會越大 租金也不行 租金不行 你用人用得多 亦都有困難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看 但是亦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今次我會覺得 在一個國內的同胞 會少來香港 跟著外國的遊客又少來香港 我覺得我們業界的重整 可能有三成的食肆 應該要被淘汰 無論大或小 一定應該有合理的收縮 我覺得應該有三成的食肆要離場 哇 如果這樣很厲害 是的 無法子 我會有二萬八千多間 如果你說說我們大牌、小牌 即是酒吧、有堂食 政府計算五級 我們可以用等尺收錢做堂食 我們都說一萬三千間 如果你說有三成要離場 也有三、四千間 但我覺得無法子 其實長遠是健康的 幾樣東西會健康 一 業主不夠膽喊這麼大租 剛剛昨天我還聽到 有某業主夠膽加80%租 還要串到你不租就走吧 是 無所謂 我想業主現在有很多 真的要去到十七九空 如果你說我講的三成 我不知道零售業會撿多少 如果他們又撿兩三成 就真的商場十七五九空 都五六空的時間 那個租金就要穩定下來 就要穩定 其實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業界經過這次 無論在暴力事件 和抗疫的時間 這麼長 和業主很多都不肯減租 我經常都說 我們是不是有需要的業界 租約這麼短 我自己就有三不租 所以現在無法拒絕 我租約短我不談 因為我擺放這麼多投資 你的業主三年就夾我 那我怎麼辦 還有一個就是 用一個生意額來看租值 除了基本租 我也是不租的 我為何要讓你的生意額來知道 知道你就很容易計算 下次又如何加我租 那就變成我有何理由 拿一千幾百萬出來 幫你業主打工 我要打工就麻煩你業主給一千幾百萬 我 就不是我拿一千幾百萬來幫你打工 我就覺得沒理由 還有那些說要我落標 去跟別人爭的 我又不爭 好老實講 你要我做的 大家坐下傾租 15年租約 你要多少年 你要年年加都可以 你要加多少我願意 就大家寫得到 不是說到時要看市值夠不夠 聽來就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租客 怎麼夠大業主去練 那幫策糧師 每個都有事跟他們做的 今天不做都可能明天做 你找他去做一個市場去計租值 是不是老陳 那幫策糧師都不會遷就你那幫茶餐廳 你張宇人做過三幾千呎 和業主有三幾百萬呎 所以我覺得整體 我想飲食業都要重新去想 再去部署 其實疫情真的 雖然我們這次由03年例完 這次是17年 但是之後這個疫情 現在大家都說 未必會長遠會斷尾 那又怎麼想呢 現在的暴力事件 那些人可以 惡意去破壞裝修 看你不順眼 甚至有些我認為是一個商業的榮臨對家 就站在一些政治立場 打政治立場 其實想打殘對手 甚至有些是標榜 張宇人是他股東 是他股民 是他董事 其實一點都沒有 這個集團我真是多年來 只是光顧他買東西吃 都可以人是傳消息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是覺得 飲食業在投資 和直至到政府好 警察好 能夠嚴厲對這些暴力事件 能夠真是令社會回復平靜 令社會大家奉公守法 令到不要大家以為犯法沒有代價 現在最擔心的是 那些人好像覺得犯法沒有代價 和英雄也覺得 還是說五大訴求 覺得坐牢很威水 我覺得這些風氣 如果不改變 我覺得在香港做投資飲食 真的要小心 沒錯 張宇人很經驗之談 剛才你所說的三樣的考慮 我相信做生意的人都聰明 都學到東西 不是他們說我蠢 所以你沒得做 我們每個都找到盆滿盆滿 這麼慘 是的 他們每個都肯 我又不喜歡和人落標 你業主喜歡我 我現在是40年前都這樣說 七十年代我在香港做生意 我都說 你要找我談 大家坐下談 然後你說 你可不可以落下標 不用說 我沒有興趣落下標 然後你要跟我說 一說生意額 沒得談 說租 說多少錢 大家定了 就大家定 我不會跟你做這幾件事 所以搞到沒得做 那我的業界通常都說我蠢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政府雖然有抗疫基金 抗疫基金 一回合一回合 其實不是很對證下 要幫助飲食街 其實幫了很多 幫了很多 當然 不過政府經常覺得 有困難給租金 近期我都聽到 有些業主蠢得多貼地 就是政府有錢給你 我為何還要減租給你 不加也不肯交 有租金就沽住 他不可以加 但當然他本來減租 你六月有錢 不想我減 所以 但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還沒有很久 走 外國的遊客 國內的同胞 何時可以回來 大家都未知數 所以我為何看三成的食肆要結業 在我來說 市場要去調整 就是因為你靠內銷 我們的餅 沒有得那麼大 你說做回現在這個 二萬八千間食肆 萬三四間 這個只有糖食的食肆 我會覺得是有困難 那個餅沒有那麼大 如果政府假設還有第三輪 抗疫防疫基金 你認為可以做些甚麼 只是給錢 又是益業主 給錢都不會益業主 因為他一定會做到 我們的錢不能給業主 但業主始終肯不肯去 和業界一起 當我們是一個夥伴 我經常都說 你都應該幫忙 我們都養肥了你幾十年 現在不是叫你倒貼我 現在叫你收小一點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如果不肯這樣做 是有困難 當然我亦都不停遊說政府 行新加坡的做法 就是在這個時間 不應該讓業主 可以拉人封艇 找執達利封鋪 不應該讓他去停水停電 停冷氣 我覺得這是很無功 仍然都有業主去做這些 租了十年租約 現在到期了 不減租 然後你走 看著我們有一筆很大的投資 可能是我們整副身家 在冷氣、秋風、仙風、廚房、不繡缸 雪房等 我們不可以拿走不同的鞋袍 我覺得鞋袍不夠膽那麼兇 因為我拆了一些架 鞋搬走 一輛貨車都搬走了 就搞定了 但我們不要說一輛火車搞不定 一闊三輛 我搬到別處沒有用 東西都爛了 我不可以搬個雪櫃走 就在別處用 因為我們不是家裡的雪櫃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通常業主要看死這件事 到現在他都夠膽 我前日自收到一個個案 是我有一個黨友 在那地方做了十年八年 業主要加租 又要不加租藥 不肯續租藥 接著要趕他走 所以現在我都在想下一步 但是政府現在游泳是有困難 他還未接受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要做私人條例草案 我以前做過的 我有經驗 我以前那個醫生的註冊 那個條例 我是做過這個私人草案 所以我是屬手技工 不過現在我沒有時間做 要做我都說下屆 自由黨我們有同事回來 我已經會做好這個樣本給他們 整條私人條例草案做了在這裡 就可以我們用私人草案上來立法會 但是根據基本法是要特首先批准 當然 你有否信心特首會批准 沒有可能特首批准 但特區政府我不支持你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都是給權特首 當然給了權特首的用 都還是他 我現在做私人條例草案 亦都不涉及政府有財政負擔 但是我不做 我就不知道政府是否適合 你不寫出來 你又不知道政府 明白 到時候你做的時間 因為我們都要 私人條例草案 都要經 譬如委員會大家談 有沒有同事同意 也都要大會主席肯接受 我上次私人條例草案 都沒有政府告訴我 不過我做了出來的時間 當時特首梁振英 和當時司長林鄭月娥 都覺得厲害 我們取消 還加料下去 那就去做 後來我們有些同事 不停拉布 這些是為業界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離譜的 因為是枉固了 全香港我們700萬市民 尤其是基層市民 需要醫療 所以我現在是全力做 私人條例草案 當然政府肯接受 放在我們現在的599 政府隨時可以 對那些有合約 而不能夠履行合約 例如建築 沒有人建樓 甚至是新加坡 陰鬼公 所有輸入勞工 全部都中招 沒有人可以建樓 然後請你建樓 說你建不了 合約可以罰得你很厲害 這些很多是因疫情 去凍結這些合約 包括我電話也說 我們的業主 到現在還衰得這麼貼夾 我是不停遊說政府 所以你說 他現在出的錢 其實我的業界是很開心 也很感激政府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傳媒 如果我做報紙 我想要了解我的業界和政府 很容易 那當然有些不行 有些是倒閉了 也有些說 你給多少都沒有用 我明白 但我有二萬八千間食肆 如果有二千間倒閉 也幫不了 我還有二萬六千間可以幫到 你剛才說有三成空間 還有二十多萬的員工可以幫到 沒錯 我兩個月前想到失業率是9% 現在傳媒問我怎麼看 我因為有了現在這個抗疫2.0 這個必然 我相信 那個行內的失業率 一定會舒緩 起碼來近這六個月 大家都拿到錢 第一筆有些拿二十萬 有些拿八萬 這一次由二十幾萬到二百幾萬 甚至有些更多些 因為他計算人頭 用得人多 他還可以拿多於二百幾萬 我聽到 和我反映的 多數的業界都謝謝政府 即是很正面 你說3.0 我經常說我不想見3.0 因為每次政府給我們 都給我一些感覺 都是出豉油 我們是出雞 我不是挖苦的政府 他沒有理由 雞和豉油都給我 市民都未必肯 但問題就是 他每次出豉油 我的雞都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見3.0 不過我已經說了 近期的14天 第一次的14天 我就叫第二輪 第二次再整個14天 我就說 你應該由給3個月 我們就給到6個月 政府是聽了的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 是三十幾億 第二次的14天 再加14天的限制 就去到九十幾億給我們 還有事實上 我有很多員工 在三月、四月甚至五月頭 都是停薪留職 或者開一半工都沒有 我覺得這些員工 他都真的應該 跟我們想一些錢 去給未來的 給老闆 只是幫你維繫的失業領域 他都應該 但因為這些措施 封了他們 或者只有一半地方做 而他們很多都是 給回一年前 三月給三月的人工 如果這些人在那裏做 其實你看到他欠了多少錢 那是不是政府都應該 在三點來的時間 去幫一下這些補償 補償 補償 因為補償就不製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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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補償 不過我們都照顧一下 我們一番員工 現在我們看到外國 英美國家都不理 疫情 傷亡都爆發聲上 他們都忍無可忍 照開放商業活動 經濟活動 雖然不錯 英美國家 尤其是包括他們的大城市 密度沒有 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開放疫情的風險 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其實正正我就說 政府在想一些事情的時間 我一早已經說 其實你不要限我 桌和桌有靠位 稍後你跟我說 所有事情我都給你做 不過你跟我做一半人客 我們坐兩件 看著牆 或者看著對面是沒有人的 其實風險 是好過我隔一張桌 不過桌坐四個人 大家面對面 噴口水 所以我覺得政府 在這些事情 現在他們都有經驗 其實我幾個星期前 都不停出街 我第一次出街批評政府 似乎不懂一個字 叫平衡 但平衡經濟要不要看呢 所以在我很勞氣地出街 去批評政府的決定 當時仍然有我的行業 所以繼續14天 之後再14天 例如酒吧 卡拉OK 我覺得他們沒有想過這個平衡 同樣 現在他們是肯 我感覺到他們的態度 官員和我的業界見面 和其他人都有這個平衡 然後我亦都跟我的業界說 其實你們都要想平衡 我不是只說官員 你們要平衡什麼呢 就不只是看生意 你都要平衡你能夠 怎樣幫政府做這個抗疫 大家一定要捱過 其實是否只是老闆 員工很慘 沒錯 沒錯 最後 當然現在我們的估計 將來是怎樣 很難估計 包括社會政治運動也好 還有疫情也沒得估計 其實你對於我們香港這些飲食天堂 娛樂也是娛樂天堂 你覺得前景是否樂觀 我個人就很悲觀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說我不會放自己的錢 很容易說 很樂觀 你投資嗎 別搞我 我講得出的 我不會覺得現在 你做開我覺得應該是 我很多老友現在還開新店 還去簽租約 說便宜 我都很直率地 雖然它都是我的選民 但我又未必去選 我也不會說 你怕明年這個位置 租不便宜嗎 你怕這個位置會租出來嗎 你今天不租 你以為下年今天 這個位置不是可以的嗎 你以為下年今天 業主會不會更便宜租給你 我賭我袋那袋錢 一定在賭 你這麼急做嗎 比起你去年租的東西 比起你前年租的東西 可能是便宜 還要租多久給你 你現在這樣扔這麼多錢 你不餓一下業主 業主不餓 便宜一點便宜便宜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問我 其實不只是要餓業主 我真的對前景 對現在這班人 去搞這些攬炒的暴力 可以惡意去釘汽油彈 走進食市裡有人客 都拍桌子拍椅子 反桌子反椅 這樣的做法 一天 我們未清除到的警察 不能夠完全清除這些問題 我覺得在這樣的情形下 加上疫情 直到我們找到有解藥 可能都會是一年半載之後 甚至更長時間 我覺得這些 在我們的頭頂 你問我 我不敢樂觀 放自己的錢去做攤資 明白明白 好多謝你張議員 非常清楚 非常坦誠的一個 跟我們分享了業界的經驗 好多謝張議員 今天的惠露時政節目 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今集很榮幸請來了 立法會飲食界的 張宇仁議員 作為我們的嘉賓 講起張議員 比我最強的感覺 並不是僅僅是一位 立法會議員 他同時也是一位飲食界的 老航串 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老航串 真的學到東西 他不單止跟我們分享了 如何透過立法會的 一些立法的技巧、手段 可以和政府爭取更多業界 和全社會的利益 同時也分享了很多 做飲食界 或者是娛樂事業的生意經 有三招的生意經 現在我也印象很深刻 希望今集節目 大家可以細意地欣賞一下 昨天有一次 做音樂 劉沙 旅行 為甚至 感谢观看